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围的不管是作品还是演员都非常有实力和潜力 可谓神仙打架激烈又残酷 以至于颁奖嘉宾念出获奖名单的那一刻 每个人心里多少有点小落差 因为入围的嘉宾每个人都具备获奖的实力和潜力 现实是残酷的 人气火变全球的爱的迫降 除人民班长金上映 夺得最佳女配角 女儿徐志慧 获得十胜八伤 挨扣的奖外 再无人包揽其他重量级奖项 就连护身最高的玄冰和孙艺珍都成为了陪跑 仅夺得人气奖 让人破文意外 而90后的江和娜 凭借山茶花开时你的龙职一绝 爆冷夺失地 当主持人念出她的名字时 不仅观众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出道14年 首次担任男主角的江和娜 竟然成功祭拜了好兄弟朴淑俊 前辈 玄冰 朱志勋 男公民 后者更是成为观众心中的一男平 陪抱了整整三年 看着模样就很心疼啊 江和娜之所以能够获奖 更多的是她真诚又动人的演技 或许是刚从部队退伍回来 相比其他四位男神而言 江和娜并没有太大的功力心 也没有包袱 有时候空背的心态反而会获得成功 毛军又选到了这一点 而60后的惊喜爱 凭借夫妻的世界仅才表现 成功夺得事后奖杯 击败实力影后金慧秀和孙艺珍 魅力演员孙小镇和后辈李直恩 出道37年 曾夺得两次事后一次大赏的惊喜爱 一直在突破自我 演艺生涯差一个影后 桂冠就圆满了 山茶话开始 除了让江和娜夺得失地以外 还一举拿下最佳剧本 以及最高大上奖 成为19年韩剧最佳 李大院Class女主金多美 顺利拿下了女子新人演技奖 浪漫一身金师傅二 男主爱笑柄 夺得男子新人演技奖 未来可期 刚刚夺得大中影迪的林炳献 再次凭借男生的部长们 夺得白翔影帝 影后全度延 凭借生日再次夺得影后 最佳电影作品再次被寄生虫包揽 奋军号顺利夺得最高大赏殊荣 此前已将八个重量级奖杯抱回家的她 在台上对儿子和妻子李敏婷 表示着感谢 失业家庭双分收的林炳献 无疑是本届白想的人生赢家 相比林炳献的存分得意 全身紧张 嘴角泛泪的玄冰 让粉丝倍感心疼 只愿她的中午路走得更顺畅夜点 在后台玄冰和孙艺珍合体对粉丝 表达真挚的感谢 陈洛会带着沉甸甸的爱继续前行 以更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 在每个粉丝心中 喜爱的演员都是最好的 在演员心中 观众的爱也都是最暖的 高人气代表着好口碑 除了20年还能拿人气奖 对于演员来讲足矣 虽然很喜欢爱的迫降 但客观来讲 玄冰和孙艺珍 惜败是地和是后还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是题材因素的限制 再者就是两位的角色 和以往有些雷同的地方 这一点就极大限制 两位的演技发挥 没拿奖并不代表不优秀 爱的迫降成为了 玄冰和孙艺珍合作爱情剧的心愿 也温暖了全世界观众的内心 是一部珍贵的作品 也希望大家不必太过在意奖杯 能入围就是肯定 两位都是正能量爆棚且有远见的艺人 片刻失落之后 想起他们会很快调整心态 更好的出发 接受新的挑战 纵观整个获奖名单 我们不能发现举办方的细心和用心 一切以人为本 给新人欢笑的机会 也给救人 前进的动力 相信这些演员们也会继续努力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第56届白奖艺术大赏 不论是红毯大秀还是颁奖年礼 都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在前不久 大热剧《爱的破降》中 出演男主的玄冰和女主的孙艺专 不得不说两位都算是男孩演艺圈当中 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演员 更是备受很多人喜爱 虽然两人没有一起携手走红毯 但是却在百想大赏中 共同拿下了人气奖 两人再度恐慌 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泪奔 毕竟两大主演再度同框 也是让很多人直呼 想要再度看《爱的破降》一次 毕竟这部韩剧也是经典韩剧之一 徐旧未露面的两人 依旧是帅气十足与美貌并存 单单是站在一起的时候 都已经超级痒痒了 特别是当两人一起走向 领奖台的时候 简直不要太配了 在结束的时候 两人在后台还一起拿着奖杯 真的是巨男靓女的一对呀 所以张一席金色肾衣长裙 其间的长发依旧是仙气十足 纹身都释放着满满的优雅知性饭 特别是在笑起来的时候 简直不要太美了 本身金色长裙会带给别人 一种俗气感 但是穿在孙仙身上 丝毫没有任何俗气 反而会看起来更加端庄大气 反而营造出波琳波琳的光芒 身为领域第二袋裙相结合 轻松地勾勒出孙仙精致好看的 一字锁骨 和完美的视野线 绝美的金锦戚和蝴蝶背 真的是越看越美 不需要龙装艳抹 只需要淡淡的妆容 反而更加具有少女状态 真的是自带女神范的孙仙 选宾则是一系白色衬衫 搭配浅蓝色的西服套装 脚踩黑色小皮鞋 整个人看起来绅士又不失心男犯 特别是舒起大背头造型的她 则是看起来更加萨气又帅气 浑身都释放着贵族气质 即便是站在那里都超级痒痒了 白色的衬衫作为内搭 则是给人十足的少年感和清爽饭 如果担心太过单调 也可以像玄冰一样 选用灰色的蝴蝶结进行修饰 这样的玄冰看起来更加具有温文 尔雅的结实感 将衬衫扎进裤子里面 既能够有助于提升腰气性 又能凸显完美的身材比例 本身就拥有超高和挺白身材的玄冰 更加具有畅模范 真的是浑身都透露着 型男的绅士端装饭 除了两人同框备受大家期待 世帝事后的获得者也是引发讨论 江和娜也是凭借着山茶花开始 摘得世帝算是黑马力气了 更是打败了玄冰 朴树俊 男公民等优秀男演员 不得不说还是非常厉害了 江和娜一群黑色西装亮相 整个人虽然没有玄冰那样帅气 但是也是呈现出憨憨的可爱 做事后也是由大热剧夫妻的世界 金喜爱夺得 虽然孔孝珍和IU以及孙仙陪跑了 但是提名极肯定 毕竟金喜爱在这部剧当中 也是演技非常出众 但但是看到事后争夺者同框 都已经算是活久见了 金喜爱献身大赏 一席粉色礼服长裙 献身 本身颜值气质出众 他丝毫不像是年过半百的人 也再次恭喜两位是弟是后了 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不开放观众入场 交以直播方式公开颁奖过程 本届电视部门最佳男演员 由山茶花开始的江和娜来下 他自己也不敢相信打败玄冰 至此一度紧张说不出话 本届电视部门最佳男演员 厮杀激烈 入围者江和娜 男公民 朴淑俊 朱志勋 玄冰各个人气 实力艰巨 最后市地则搬给 山茶花开始的江和娜 他还听到自己的名字 瞪大双眼说不出话 上台发表得奖感言 评评口支 十分紧张 江和娜 台上感谢剧中最爱的女友 东博 孔孝珍 表示真的非常感谢她 孔孝珍也给予眼神肯定 感动到一度快哭出来 山茶CP下戏后 好感情依旧 此外 电影部门影帝则由 南山的部长们的李炳信拿下 我们最佳女演员不负众望 由夫妇的世界 饰演慈善语的惊喜爱拿下 惊喜爱看夫妇的世界 荣获本集事后 班教人一声部她得奖 剧中正安夫 朴海俊 立即上前拥抱 展现了人私下好情意 她致辞时 一一唱名最佳女演员 其他入围者 孔孝珍 金慧秀 孙一珍以及IU 表示自己是他们的粉丝 她还提到朴海俊 赞她是最棒的演员 而她在夫妇的表现 确实掀起观众追剧 热烈讨论 人际不容小觑 此外 本届电影部门 影后则由 没有你的生日 全度也拿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盖